多惠施局長到街站簽名支持人大立國安法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到社交網站鐵文 到了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合陣線 在中環的街站簽名 他說為了特區長治久安 呼籲大家全力支持國安法立法 新上任創科局局長的薛永恆亦都有聯署 發展局局長黃偉倫連同副局長和政治助理都簽了名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說會做好解說 令大家明白國安法可以確保一國兩制行穩志願 2014年時任特首梁振英和多位問責官員 亦都有聯署反佔中 當時說以個人名義參與 今次各官員都是在官方渠道發佈簽名的消息